马王政争延烧一个多礼拜 今天立法院如期开议 国民党立委公开敦促总统和立法院长和解 不过在立委质疑 整场纷争有中共黑手介入 目的是希望两岸服贸协议尽速过关 对于这样的说法 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只是低调回应 立委开议第一天 话题人围绕马王政争 总统马一九前一天已邀兰营立委入府沟通 同时国民党也传取消王金平 参加拳戴会 不过兰营自家立委今天大多力促 马王何解 我们大家都希望现在就近代事发解决 两个人都应该相忍为国 我让他生父马再回到党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要因为党的问题搞得社会纷纷狼狼 这样我们国民党对不起人家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办法 选党内的机制来解决的话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最好都不要干了 两个都离开吧 我看了已经腻了你知道吗 兰营说正话希望终结纷争 但台联党团透露 这场战争由中共黑手干预 福茂在立院卡关 被要求竹条审查 王金平随即受到来自对岸的压力 然而被问到时 王金平态度低调 对岸表示意见 让别人来跟我讲 谁几个意见 这个我不能讲 反正有人来反应 这是来反应的 一定竹条审查的吗 不会不会不对 6月21号 福茂协议被挡下来以后 开始对王院长产生监听 监听取得这个证据 然后再来这个追杀 替中国把王金平院长 除掉以后 才有办法快速地通过福茂协议 这是我们国人必须要去注意的 中国现在已经是用这种方法来 干涉我们台湾的立法院 立委担忧 中共黑手介入 今天立院开议第一天 院外有30多人身穿红衣 拿红看板围绕立院 并将批皮毛头对准王金平与连胜文 自称前红山军但抗议者身份不明 新唐人亚特电视 卢天长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